健康2.0 凯云陪你守护全家再升级 观众朋友 每次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是什么 癌症 对不对 我们讲了好几年了 结果你知道吗 癌症十大死因第一名 它居然蝉联39年的第一名 39年下来真是不得了 这是卫福部统计的资料 那么现在台湾国人 大约每10分钟又27秒 又有一个人死于癌症 如果说没有这些癌症的话 大家真的可以多活很多年 也因为有这些癌症39年下来 居然台湾人减瘦了 吓死人了29万年 好 那你可以看到在民国2020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癌症的死亡人数 将近5万已经超过5万人了 它是心血管疾病的2.5倍 你可以看是糖尿病的 将近5倍以上 糖尿病在第5个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怕糖尿病 它将近5倍以上 所以你可以知道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人数 那也因为这个在70岁以下的人口 它因为癌症可以减少收命 11.2年的收命 平均减少了11.2年 所以你虽然看 如果我们都没有癌症的话 我们会将近可以多得了29万年 也就是说因为癌症死亡 70岁以下的人口 每一年每一个人平均损失了11年的寿命 这样39年加下来真是不得了 那如果说没有这些癌症的话 你来帮我们算一算 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大家如果改变生活 然后好好的不管饮食 运动各方面来做的话 会是什么状况 所以如果你看 如果我们注意饮食 注意运动 注意养生 避免这个一些不正常的 不良的生活形态 你看我们现在平均余命是81.3 81.3 然后如果又损失了11.2年 如果我们不得癌症 你就可以把这11.2年再加进来 所以你可以看看 这两个加起来 我们可以到92.5 那我们就真的快到百岁人类了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到100岁的程度了 已经到了92.5 也就是平均余命 现在每个人平均寿命是81岁 没有癌症 大家把身体养好吗 再加个11年 居然差这么多 对 没错 所以这很可怕 等于我们本来说有失能七八年的时间 如果都这样的话 可能更好了 生活会更好 好 这是我们健康2.0努力的目标 希望大家可以让大家都到90几岁 所以今天有一些好方法要告诉大家 其实因为癌症39年来都是第一名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统计 包括这张地图也是 在西半部这里到底有什么状况 我们在癌症死亡率比例最高的 360几个乡镇里面的前20名 几乎有一半是农业区 我常说我们这个土壤是体外循环 种出来的食物吃进来体内叫体内循环 所以土地如果受到污染 吃进来食物当然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危害 这个当然就是可以证明我们吃的饮食的关系 如果真实案例来讲 我分享我们认识的陈医师 心脏科的陈卫华医师 号称我们台湾的奇迹医师 真的很少人一个人会得四个癌症 还可以抗癌 35年目前还在做抗癌斗士 他从小就埋下了癌症体质 怎么说 怎么说就是他从小他印象 他说他小学去读书 住南部天气很热 人家都带水壶都带水 你知道他水壶都带什么吗 带什么 带汽水 那有多少人羡慕 对 我想起来了 因为他们家附近有个杂货店 杂货店的阿伯老板对他超假 没错 他小时候是大家眼中那种非常羡慕的孩子 大家没有水喝或者是带白开水 他里面装汽水 因为阿伯对他很好心 他本来是带白开水 去到那个杂货店来来来 他说阿华 阿华 来来 他把水倒掉 把他装汽水给他带去学校 而且顺手还拿一点蜜腱 什么蟬豆酥 还有什么花生 都吃不吃 因为以前那个杂货店 都是裸卖 你知道吗 都是没有真空包装 也不像现在这么讲究 所以他说他埋下自癌因子 他现在去回想 有可能花生搞不好 曝露空气氧化了 甚至发霉了 那个糖水喝太多 含糖饮料 让他身体炒成自癌 那到了当医生 他自己也回想起来 他也有埋下了发炎的体质 怎么说 因为熬夜 医生也很累 有时候医生赶 累 手术 只完累完之后 也就想要大吃大喝 所以他说 他几乎跟我们节目讲的 致癌最严重的香槟酒 他都来 香烟 香烟 槟榔 喝酒 甚至他说到 山上去那个疫诊的时候 原住民说好冷好冷 他说医生 我给你一个秘方 吃到麻酿就烧起来 就给他吃槟榔 他发现一吃 真的会热起来 他就有一点依赖 他就是偶尔就会吃一点 加上喝酒 熬夜 吃一点烧烤 他发现这个就是他的 所谓的发炎体质 所以他这个癌症 应该说 从32岁发现第一个癌症 到42岁 从骨癌 从肾脏癌 一直到甲状腺癌 47岁 连续又得到了血癌 到目前还在跟这个癌症 抗争当中 奋斗当中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远离 致癌体质 我们提醒大家 加工品少吃 然后多吃一些天然食物 如果以中医来讲的话 那么到底有没有 哪一些是所谓的致癌体质 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对 所以我们这边 列了大概四个 但是我跟陈卫华医师 我们两个有共同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病人 很多都是手脚冰冷的病人 这些癌症的病人 所以第一个 这个虚寒体质 它是占大部分的 比如说他会手脚冰冷 然后肚子发冷 然后容易拉肚子 然后他比较喜欢吃一些 温热的东西 而且这种人 他一般我们大概都是 气血不足或叫阳虚的病人 所以这种人 他的肌肉都会比较少 然后傍晚他脚会肿 或是晚上会贫尿 所以大部分 我们会用去寒的一些中药 来调理他 像如果说我们平常的话 用中药的话 就用这个角骨栏 艾叶或是姜黄 我们辨证了以后 再加这一些补气血的 还有温暖阳气的药 可以造成一个环境 让这个癌细胞不容易在这边生长 所以我们中医的调体 只是用这个方式 如果说我们平常的时候 我们平常会冷的话 我们洗澡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像冬天的时候 我们怕心肌梗塞 或怕脑中风 其实我们把脸盆头的热水 调到大概40出头 不要太烫 不要烫伤了 然后很简单的 就冲在这个大椎穴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 你冲一下你全身就热起来了 如果真的还是很虚寒的人 就冲在这个百慧穴的地方 为什么冲这些穴位身体会热 因为冲大椎穴 我们也教大家好多次 但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椎穴叫六条阳经的胶穴 还有督脉的胶穴 所以六条阳经 就是温暖身体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穴位 然后百慧穴叫做朱阳之慧 所以我们冲这个百慧穴 就可以提升阳气起来 所以它会很快就温暖 其实我已经试很久了 尤其现在寒流来 我们一冲以后 全身就温暖起来了 如果说是肚子比较虚寒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气海跟官员的地方 去冲气海穴跟官员穴 我们肚脐一下三寸 这个地方叫官员穴 然后一半的地方叫气海穴 所以我们用热水就在这边冲 就可以去肚子的寒气 如果说我们不是在洗澡的时候 我们就稍微快跑一下 然后手给它搓热 你可以直接放在大椎穴 或者是像很多人带围巾 就是有帮助 对 就有帮助 或是我们用暖暖包最方便的 但是暖暖包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放一个毛巾 才不会把皮肤烫伤了 所以我们就搓热 或是暖暖包放在大椎穴 或是气海官员穴的地方 所以你观察到 包括刚刚罹患四种癌症的医师 他也观察到说 手脚冰冷的人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所以就要从去寒开始来下手 饮食上其实这个时候 真的是需要好好运用 因为天天都好冷 对 其实的确刚讲到一些发炎体质 跟我们日常生活中 可能包括作息 晚睡 睡眠品质有障碍 甚至跟饮食 营养的一个失衡等等 其实都有关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 现代人几乎每个人 其实都是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状态 才闷烧怪 所以其实如果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其实的确各式各样的辛香料 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发炎的问题之外 还有包括手脚容易冰冷 想要让我们身体暖和起来 其实有的时候 像很多我们遇到很多长辈 他连冬天他也会打蔬果汁 所以其实就可以在里面加一点 就是辛香料 可以增加 乱太凉了 对 增加 至于说辛香料 包括刚刚吴医师有提到的 姜黄里面的姜黄素 大蒜 葱花 姜 迷迭香 香菜 九层打 各式各样 不同香味 不同风味的这些辛香料 其实都蛮适合用在你的 不论是蔬果汁或入菜 甚至直接吃 我觉得都蛮推荐 王老师 蔬果汁你最会打的 所以如果要加辛香料的话 刚刚姜黄是一个 可是姜黄不能加太多 会苦 你还建议可以加哪一些 在打蔬果汁 我还建议大家 等一下中医师也可以补充 我会加肉桂粉 肉桂粉 咖啡也好喝 对 其实肉桂粉 跟姜黄的 在营养上面的功效 当然中医有不同的功效 我发现加一点 如果喜欢肉桂的人 我发现咖啡 奶茶 或者像我打蔬果汁 不一定加姜黄粉 我发现我自己的研究 我觉得姜黄粉跟肉桂粉的 功效蛮接近的 也可以控制血糖 也可以降发炎 也可以抑制这些疼痛的问题 我就会加一点 打起来也很香 让你这个味道 蔬果汁就不会在切饼 就变成有点肉桂香 其实也不错 除了一般传统里面的姜 因为加大蒜就奇怪 对 大蒜就很奇怪 其实是可以 但是我试过 洋葱也可以 但是你会喝不下去 除非你把它煮一下 变成像汤 浓汤似的 我发现肉桂真的是比较好香 你看肉桂面包 刚蒸出来的时候好香 会吃太多 肉桂其实他研究是 抗氧化第一名的 但是大家在吃肉桂的时候 要注意 比如说我们在卡布奇诺 要加一点牛奶 肉桂是纯补羊的 在锅子下面加火 可是里面不加水的话 锅子会烧焦 所以大家肉桂粉不要加太多 可能加在0.3克 0.2克就好 如果你要加多的话 你可能蔬果汁要多一点 或是牛奶多一点点 有阴 有羊 阴阳俱补 不能纯阳 纯阳的话 你太多的肉桂了 我们会口干舌燥 那肉桂的话 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也是这种温补的辛香料吗 它是我们中药里面 温阳药的第一名 真的呀 对 所以你不管用了什么 补血的 滋阴的药 你加了肉桂粉以后 就是把火加上去 让这个水开了以后 水一开以后 有蒸汽就可以推动全身 像火车一样 它就可以跑起来了 太好了 所以就不怕 我们刚刚提到 手脚冰冷的人 或者担心自己有致癌体值的了 广告之后来看 到底哪一些癌症基因会遗传 你特别需要注意饮食 而且现在国外有最新的 超级食物组合 叫做G型炸弹 炸弹听起来好可怕 真的对我们有帮助吗 马上回来 这已经连续39年 是国人十大死亡的第一名了 那么也因为癌症的关系 70岁以下死亡的人口 每个人平均损失了 11.2年的寿命 如果这39万年加总起来 居然国人减受29万年 这么这么的多 我们就希望说 可以把这个数字慢慢减少 让大家都是在健康快乐的 生活的道路当中 所以朱医师 其实现在包括癌症的治疗 也不断的翻新 癌症最怕扩散 那现在有什么新方法 好 那其实你看 我们以前癌症不是开刀切除 就是放射治疗 好的病人都不行了 后来现在慢慢有免疫治疗 标靶治疗 细胞治疗 他就希望能够针对癌细胞 杀癌细胞 但是又不伤及我们正常的细胞 免得你人治疗 癌症治了一半 正常的都被杀光了 坏的也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 更针对癌细胞 做更好的治疗 更精准的治疗 所以现在目前的癌症的治疗 就是这样 那正好这一个 也发现爱丁宝大学 他们也就发现了 有一些物质 叫做SENBD的这个东西 它可以跟一些食物 结合在一起 它能够很精准的 找到癌症的细胞 然后再接受因为氧 光合的作用 能够把这些癌症细胞杀死 然后又不会影响到 我们的正常细胞 那这就是我们最理想的 一个癌症的治疗 就是只杀癌细胞 对正常细胞尽量不影响 因为要不然你杀完了 半条命也去了 所以这个也是目前 大家觉得说 它既甜蜜 又像一个炸弹 把那个癌细胞给炸死 所以叫甜蜜炸弹 这个样子 那希望能够经由这一步 能够发展出更好的一个 癌症治疗的目的 甜蜜炸弹秒杀癌细胞 这个是已经离癌的人 他可以使用的 那么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其实还有另一个炸弹 而且是可以吃进肚子里头 让身体更健康 对 这个是目前在美国 这个傅尔曼医师 因为他的书在台湾 我也给他推荐 我稍微研究深入一下 他就讲了这个 所谓的B-BOMS 那B-BOMS 其实我今天大家讲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利用这个来炸死癌细胞 就刚才朱医师讲的 现在研究很多方法 那他是用植物 用植物里面 这些特殊的微量营养素 那B就是这个Green G-BOMS G就是Green 那这个B-B 那这个Oniol 就是所谓的葱鼠的东西 葱 蒜 青葱这些 那Mushroom M 就是这个菇类的 那另外一个B就是Berry 那最后一个S就是Seat 就是种子坚果类 那这几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每次在跟大家介绍 他非常多营养外 那因为傅尔曼医师 他是所谓的营养 营养家的饮食法的创始人 那他有一个很简单的 简单的公式 我觉得观众朋友要学一下 他说健康 你要健康的指数 等于什么 营养跟热量的平衡 就营养除以热量 所以我们现在人 热量食物吃太多 巨量营养吃太多 营养太少 所以分子越小 分母越大 你的健康指数就越低 所以就有点像垃圾食物 它没有营养 只有很多热量 难怪我们一直说它不好 没错 而且在抗癌这个角度上 它比它强调的营养 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五大营养素 因为这五大营养素 包含所谓维他命矿物质 它更强调的是 所谓现在发现的一些 包含所谓植化素 我们人类不知道的这些各种 这近十五年 营养学界在研究的 所以这几个都非常多 像绿色植物 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十字花科 尤其十字花科里面的淫毒 这流的配糖体这些 对我们的这个所谓抗癌的成分 有非常多的含量 所以也鼓励大家 你看你癌都要多吃这个 或者要预防癌症的 那个病这个所谓的 种子类的这个豆类 它当然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还有各种颜色里面的植化素 所以也希望这个部分 大家也要多摄取 在你的食材里面 这个充实就刚才讲 除了刚才我们中医师讲 这个提高温度 因为提高温度 就可以增强免疫力 所以这个是可以来 帮助我们的新陈代谢 而且在中医里头 其实常常讲到冲 为什么 对因为冲是在中医里面 叫做去风寒 当我们感冒了病毒 或是细菌在我们身体里面 所以它去风寒可以发汗 而且它可以抗病毒跟抗细菌 而且它还可以抗癌细胞 甚至呢 对它可以降低 我们身体的亚硝酸炎 那我有一个阿嬷就是说 她原来是吃素食的 结果她有一脏癌 有医师帮她做了一连串的检查 结果她发现她的亚硝酸炎太高 那我就把所有东西把它说 这一些东西我把它抄给她 这些可以降亚硝酸炎 那这个葱就是其中之一 我还插了一个巴勒 那个巴勒 它也可以降这个亚硝酸炎 结果吃了一阵子以后 它再去抽血检查 它那个亚硝酸炎就不见了 是 对 所以它这个葱 除了可以抗癌细胞以外 它还可以去风寒 还可以降低这个亚硝酸炎 平常像葱白粥煮了吗 还是说我们吃面 撒在上面生的 我叫他们要煮熟 要煮熟 对 我们中医里面 要去风寒的话 可以用冰镇的 然后比较不会辣 可是它有一个辣味在里面 可是它煮熟以后 那个辣味就不见了 所以我叫它用煮熟的吃 好 那名画这还有哪些好处呢 对 其实像刚才 王老师提到的这个 梅果类 其实就是我很推荐的 因为梅果类其实是 你看它的颜色 一般是我们遇到 蔬菜水果比较少的 包括像蓝色 紫色 红色等等 那其实梅果类 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强大的 类黄酮跟花青素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 抗氧化的成分 那当然对于我们的细胞的保护 降低细胞的癌变很重要 而且其实讲到梅果类 大家都会想到 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时代 但是其实像我们东方国家 有所谓的枸杞 枸杞 其实它的抗氧化成分 不输给这个梅果类 虽然我们都知道 有什么叶黄素 玉米黄素 都在枸杞里面 所以其实如果你梅果类 很少接触 其实枸杞我们也可以入菜 或者是刚刚讲的一些茶饮 也可以加一点枸杞 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像豆类 我要特别推荐 因为豆类其实大家 我指的豆类是指黄豆 黄豆类或它的制品 其他里面有个成分 叫大豆义黄冬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但是很多人常常会 对大豆义黄冬有个迷思 会觉得说 我吃多了 是不是会有些复刻的问题等等 但其实大豆义黄冬 它的结构 是跟我们的雌激素很类似 但是它在我们体内 是所谓的双向调节 也就是说 当你体内雌激素 如果浓度高的时候 其实它是会有抑制它的作用 那至于说 当你体内雌激素不足的时候 比如有些人 可能已经接近更年期了 雌激素开始下降 那其实这个大豆义黄冬 就有点类似 可以扮演雌激素的功能 所以它是双向调节 甚至在日本也有研究 也有发现说 为什么日本的女生乳癌的比例 会比欧美国家低这么多 推估也可能是 跟它的饮食当中 豆类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所以事实的吃一些天然的豆类 其实我觉得 对于我们身体 绝对是很多好处 好 王老师 是这个养生方面的专长 你特别也告诉大家 这个植物的营养素抗癌五部曲 这张是什么意思 要怎么看 对 这张其实就告诉你 我们正常细胞 受到一些环境 毒素 污染的时候 开始会受损 所以我们的植物 植化素 植物营养素 这些维他命 矿物质 跟这些所谓的 刚才营养师讲的 这些特殊的营养素 都会在它受损之前 让它不要修 把它修复回来 那如果好 你受损开始就变 癌前的分裂之后 那它可以怎样 可以在抑制它受损 而且可以怎样 避免它复制再扩散 就是说素已经癌前病变 也就是原本正常是这样 然后受损 接下来应该是越来越变形 你看变成这么多黄色的 但是你就希望说 借着我们的饮食 把它回到之前 甚至变成癌细胞 或者不要继续恶化下去 没错 没错 就是说这些植物养素 在傅尔茉医师的研究 它是可逆的 甚至可以中断 刚才像吴医师讲的 你吃一点葱 你可以抑制这些 致癌物质的抑制增加 造成我们的癌变体质 所以它在每一个阶段 都可以发挥作用的 那当然在所谓的 你看美国癌症研究院 NCI他们的研究就发现 每天吃400公克的蔬果 大概可以有效降低 癌症的发生率 30到40% 那世卫组织WHO 也建议每天 我们蔬果的摄取量 大概400到800克 大概就是两份蔬菜 两份水果 煮完之后吗 煮完之后两个拳头 就够了 没错 最少 现在台湾很多人都吃不到 对 那个便当都是肉很大块 然后差一点点 所以你看你只要做这个事情 两份蔬菜 两份水果 你就可以预防三分之一 发生癌症的机会 为什么不要做 对 所以王老师 你今天要好好来教我们 这个G-BOMBS 既然你刚刚提到了 G型炸弹 这个炸弹 帮我们体内 把这个可能会癌变的细胞 翻转回来 那么在饮食当中 到底怎么样运用 这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G-BOMBS G型炸弹 那今天要做什么 今天就来做一个 G型炸弹的浓汤来炸死 这些会致癌的因子 好不好 感觉很厉害 对 所以G我们就用这个青花椰菜 今天B我用的这个比较特别 这是埃及豆 叫鹰嘴豆 我们把它泡水以后蒸熟 其实在西方很容易做 他们都做成鹰嘴豆泥 来当沾酱或什么的 其实蛮好吃的 而且它应该说外国人的花生 另外一个就用洋葱跟大蒜 今天这个玉米菇类 我就用这个是蘑菇 当然各种菇都可以 我们刚才讲的 你好师讲的Berry 我就用这个台版的Berry 对 就是胡锡 胡锡 对 对 另外一个seed 我就用这个腰果 跟一点点这个即时麦片 好 所以这个就是 你看就很完整 在家里就可以做一个 B这个G-BOMBS的 这个版本就是热 因为冬天 大家不想要喝精力汤 喝粘粘粘粘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来做 我们就把蘑菇 因为蘑菇其实有很多这个 所谓的 现在都知道这个所谓的多糖体 多糖体 其实可以加强我们的杀手细胞 杀手细胞可以杀死癌细胞 所以我们就给它干锅 稍微把它炒香一下 主要是把这个香味炒出来 各种菇类都是干锅先炒一下 对 给干锅炒一下 因为蘑菇有它一个特殊的香味 我们把它炒一下之后 我们再加一点洋葱 也是用洋葱把它稍微炒一下 我要问一下注意事 因为其实大家每次提到癌症 都会提到家族病史 如果家里头 自己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有得过什么癌症的话 自己要特别注意 那有家族病史的 哪一些是特别容易遗传 更需要注意 好 那事实上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诊断癌症的时候 一定就说把家里的人 当作高危险群 对 一定要特别 每年定期的做癌症筛检 你看我们的大乳口筛的 这边看 大肠治肠癌 一定就跟家里面遗传也有关系 吃东西起来 乳癌也是 你看如果姐妹妈妈有得乳癌的 你一定会担心自己 会不会有得癌症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些其他你可以看我们现在甲状腺癌 因为甲状腺癌它是比较特别的癌症 如果你一个家庭里面有三个人 家族有三个人的话 他得癌症的机会达到九成以上 所以是一个非常高的危险 那胃癌也是 胃癌可能跟一些饮食 跟家族也有一些 遗传的这些特征 那肺癌其实现在也认为说 好像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一些家族的病史 或是家族同样的一些环境 所以你可以看到 肛癌更不用讲了 像妈妈的这些遗传 病毒等等 或是生活的环境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些遗传的基因 一方面是它基因的造成 二方面是什么 它的饮食生活习惯 都会让这个癌症 让发生得更高 所以你可以看 为什么我们说癌症的家属 就要特别注意 好 所以全家都从饮食开始来调整 就可以远离这些家族病史 王老师 刚刚阳菇是炒到有点软了 有一点点出水你才加油 你说这香气来了 我们把洋葱跟一点点奶油 来增加一点香味 一点油的话 也可以增加它的所谓的 脂容性的维生素的吸收 那你说麦片也要下去 对 等一下我们要稍微给它熬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它烧 用一点蒜末给它爆香一下 这个都是后面再加一点 因为我发现 其实喝浓汤我的诀窍是这样 其实你可以留一点点这个生的 就像那个中医师讲的 其实你就画龙点睛 最后要喝的时候 撒一点下去 它那个辣气 香气 还有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会比较好 就是不要把它煮得太过熟 过熟那有一些 我们讲的一些大蒜素 硫化物 可能就会不够 好 这样子 大概都已经香气都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加热水 或者是家里有高汤 用一点高汤 大概1000cc左右 把它熬过 其实你光这样子不打浓汤 也挺好喝 其实没错 但打了浓汤 因为快要过年了 会增加什么样的感觉 对 其实打浓汤 因为浓汤比较暖味 暖味 就是还一个 浓汤还一个 你可以把它做成浓汤块 你把它做成冰块冰起来 所以就可以好几餐都用 对 因为你一次煮一锅 像你做菜 我觉得就是要一渐一锅 你每次为了一餐煮一餐 这个方法我喜欢 你喜欢 很多上班都知道 你为了吃一餐煮一餐 其实也蛮幸福 那浓汤做一次 那一个礼拜都有的 对 你可以把它做成冰块 像如果你打人家打出来多了 你就可以把它装和 那甚至变化 加点咖喱粉 不就变咖喱酱了吗 就是可以变化很多的 好 那这样子 给它稍微滚起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即时麦片 把它加进去 OK 麦片我们知道 这样胆固醇 各方面都有帮助 对 还增加一点这个香气 而且其实枸脊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我们见面2.0说过 凯特王妃 凯特王妃是英国的 我爱吃 她吃枸脊当零食 我觉得这倒蛮有趣 我们自己反而很少 吃枸脊当零食 没错 没错 我们都丁腊清醒了 它是好东西 《闻草被奥》里面记载 就是说 它补胜之音 然后男子出门 在外不可以常吃久吃 因为补胜太强 会做坏事 补胜太强 小姐 原来小小的枸脊 还有这个帮助 好 我们这样子煮滚了 其实就可以把它关火 因为我们这个绿化椰菜 这个是烫熟的 如果是生的 你就一起煮 没关系 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对 那另外 全部拿进来挡 对 那是不是硬的先放下面吗 对 其实不一定要完全太硬的 你稍微有点软的 还有一个蒸熟的豆子 大概一碗 你也可以用红扁豆 你也可以用红豆 加大概两大匙的坚果 我觉得腰果比较适合 因为它有那个香气 像奶油的香气 那这个口感的话 我觉得连小朋友都会比较喜欢 那如果你觉得奶油味道不够 这个时候你要打之前 还可以再加一点点 因为我刚才只有用一点点而已 你就让它融进去 因为奶油我们不要煮太久 煮太久它会有味道 那我们就这样子放进来 或者是一般打农汤 很多人会加鲜奶油 或者搭鲜奶 那我觉得我可以用腰果或坚果 来代替它的香味 那我们调味就用一点点盐巴就好了 用一点盐巴 那其他的点要点缀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把它盖起来 好 其实这样就完成了 那我喜欢浓稠一点 你看还冒烟 我喜欢很绵密的感觉 你看这样子就可以 有点像这个青绿色的味道 过年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要佛料墙 我觉得这个汤很赞 那你可以做青酱意大利面的感觉 可以吗 可以变意大利面酱 对 意大利面酱你的配方 稍微调整一下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这个 我们其他的因素把它放进来 好 我们再点缀一下 包括绿花椰菜还有枸杞 那么这道浓汤完成了 广告最后来看 偏食 挑食还有外食 也有可能养成致癌体质吗 稍后告诉你该怎么办 大家都希望远离癌症 那么外食已经难免 但是尽量减少 除此之外 PS跟挑食也会养出致癌体质 我来问一下 现场你们有没有不吃什么 我比较不吃像那个黄瓜 煮起来没味道 每次我看人家啃黄瓜 都啃得很开心 那我都不知道在吃什么东西 我就是喜欢黄瓜的 又脆又好吃 要脆的不错 但是不脆 对不对 最近讲那个是大黄瓜 大黄瓜 煮菜的对不对 我个人比较不爱苦瓜 我觉得人生够苦了 不要再吃苦瓜 没有啦 我对苦瓜 不知道那个苦味特别敏感 就人家说苦瓜排骨汤不苦 我还是觉得好苦 所以其实大家或多或少 尤其小朋友 也会有一些不喜欢吃的东西 但是到底哪些东西是最够人玩 大家最不喜欢 但重点是 是不是有一些好的营养素在里头 大家就忽略掉了呢 第一名名画就是你不喜欢的苦瓜 你是营养师 但是你不吃啊 我后来其实还为了这个 我特别去查资料 就发现真的因为 每个人这个舌头上面的味蕾 就对苦味的接受器 其实有多有少 我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多的那种 所以我对于苦味觉得特别明显 你看自己帮自己找你 它的好处当然都知道 苦瓜现在对血糖的控制 还有清热解火 其实这个苦瓜 你如果夏天真的很热的时候 你弄一点凉拌 现在台湾的那个农业基础很厉害 苹果苦瓜 对 吃起来就像苹果切切 根本就不会有苦味 完全是脆的苦瓜了 对 你只要沾一点醋 沾一点那个梅子粉就很好吃了 所以苦瓜真的 真的第一名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多人对外观 不讨喜 色香味嘛 苦瓜连的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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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看起来就不喜欢 好 它是在瓜类当中 维生素C第一名 所以其实通常涼拌苦瓜就不错 因为它的维生素C可以留着 第二名是茄子 有一些小朋友真的很不喜欢 而且茄子煮得烂烂的又变成暗紫色 我觉得茄子大家不喜欢主要是因为颜色 因为可能大家觉得紫色看起来 好像就不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但是其实茄子里面含的维生素P 含量很多 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 血域循环很重要 而且其实你不要看这个紫色 就是它很重要的这个植化素 植物营养素的一个来源 可是茄子好容易吸油 王老师有什么配搭吗 对 所以以前在 还有一个地方有传说 它很会吸油 所以深啃可以吸你身上的脸 这不是我讲的 怎么会有人做 你身往茶 就是有某一些那个 生茄子 不同的那个类别的人讲的 那当然这个也造成很荒谬 这有一度造成有人真的 不是在台湾 造成有人这个叫生啃茄子 但茄子是茄苛不能生吃 不能生吃 不能生吃 所以就要顾虑大家 因为大家印象说茄子会吸油 所以是我生吃是不是吸我身上的油 所以这个真的蛮荒谬 真的是想太多 对 所以这个当然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保持它的这个营养 跟它的这个颜色 你用清烫对不对 你要用一点点油在上面 就你滚水上面加一点食用油 你就是要快快地给它汆烫一下 再拿出来做调味 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 或者是你把它烫烂烂之后 就像我们这样子做浓汤 你把它化于无形 我觉得要让小朋友能够吃 你就是要把喜欢吃不喜欢吃 不然就把它化于无形 反正吃下去 你也不知道它里面有茄子 了解 这一招不错 它可以保持血管的畅通 而且比较不会主色是血管清道夫 第三个青椒你也不安 对 青椒有很多人很怕吃 因为吃了之后会有一股味道 从口中出来 不过最近有很多甜彩椒 像嘉义心感 它特别改良了 吃起来是甜的 所以你已经可以接受了 现在可以吃了可以吃 而且炒菜还不错 好 它可以保护眼睛 然后让身体维持活力等等 番茄 我很惊讶 因为番茄你看地中海饮食 都是番茄 而且我们知道它可以让血管 避免硬化 没有想到它居然第四名 第五名的芹菜 我觉得芹菜主要就是因为 它的粗纤维很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 针对小朋友或老人家 这种牙口功能可能还在发展 或者已经开始退化的人 可能他觉得咬起来 觉得好像怎么咬 咬完之后都会把它吐出来 对 但是其实也就是因为 它的纤维多 所以它对于我们的肠道 而且其实芹菜 它本身是高甲的蔬菜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 调整体内的钠甲 尤其对于血压高的人来说 我觉得芹菜是一个很好的蔬菜 而且甚至对于大脑有一些帮助 是不是 对 其实主要也是跟 里面的一些植化素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其实就像刚刚王老师讲的 你就打成芝麻 其实就化为无形 一样可以把它喝到肚子里 其实大家最容易偏食的时候 我觉得过年 尤其这次过年有九天连续假期 都是大鱼大肉 然后原本年菜 菜就非常少 如果说这种偏食的情况 持续的话 你说对于内分泌 还有身体整个调节都有问题 没错 你看年菜 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肉 对不对 都是丰富的肉 鸡鸭鱼肉都是肉 可是这时候青菜就会变少 其实我刚才还建议 有时候现在的 因为都改得比较甜 有时候凉拌吃的时候都不错 茄子凉拌也不错 芹菜嫩的咬起来也不错 那可能要选一些 比较好一点的 比较嫩一点的食材 吃起来就比较 可以补充这些青菜的不足 所以内分泌失调的话 包括肥胖 对 然后包括哪一些问题会产生 像我们高血压 糖尿病 都是因为这些青菜不够 或者是内分泌失调代谢造成的 然后甚至有一些脾气暴躁 按斑 沉沙 都有 对 都会出来 整个代谢不好 这样就问题都出来了 便秘也是 对不对 你看 所以难怪很多人过年之后觉得 排便不顺 兜兜也冒出来 然后月经也不顺 本来是熬夜打牌的 结果是菜也没吃了 都这样火上加霜了 了解 好 那所以明化这个时候到底怎么办 因为我们一直提到植化素 还有我们的身体就像房子一样 它是要慢慢堆叠 去盖得健康兼顾 对 所以其实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因素 不论是避免肥胖 或者是养生等等 其实均衡的摄取各类的营养素 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营养素有分为巨量跟微量 其中有四大类 其实会推荐大家真的要重视 第一个就是脂肪 第二个就是蛋白质 第三个是维生素 第四个是矿物质 其实第一个讲到脂肪很多人对 他们说营养师 现在大家不是油脂摄取过多吗 其实这边讲的脂肪 指的是Omega 3的脂肪酸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外食比例高 很多人吃的都是属于偏Omega 6 所以才会导致我们身体 其实一致处于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足够的一个Omega 3 让这个6跟3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自然而然我们身体的运作 是会比较正常的 那蛋白质的部分 其实针对大部分的人 的确蛋白质是过多 但是吃的都是大于大量 这种偏荤的这种蛋白质 所以我们希望说 你强调的是植物性的蛋白质 植物性的蛋白质 基本上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蛋白质 动物性植物性做的一个平衡 其实相应对于身体的 包括肌肉的修复 或者体力的一个提升 其实也都有一定一个正面的影响 所以其实如果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营养素 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办法 摄取到这么全面 其实我觉得 常常我都在跟大家讲 就是天然食物为主 保健品为辅 你真的天然食物 尤其像刚刚讲的过年 谁会真的吃到这么均衡 其实桌上几乎都大鱼大肉 因为年年有余 一定都要有这些 所以其实我觉得 其实适时的补充一些营养品 我觉得对于现在来说 绝对是必要的 但至于说 既然要选择营养补充品 有哪些药界 要跟大家做个分享 第一个像刚刚提到的 Omega 3的脂肪酸 其实我觉得要选择国际品牌 可以追溯到原物料的 最纯净的源头 因为我们要吃得透明 其实我们在 本身才会吃得安心 第二个其实蛋白质的部分 要通过国际的认证 而且消化率是要1 什么叫1 就代表它在体面的消化率是高的 所以这可以帮助我们 肌肉的修补 体力的提升 而至于说 其实也可以选择 全植物性的配方的优质蛋白质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 大家荤食都吃太多 所以其实补充一些植物性的 其实可以做一个平衡 而且本身可以提供给我们 均衡的氨基酸 又零胆固醇 所以其实对于身体的负担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低的 而至于说维生素矿物质 它太复杂 太多元了 可是我常常身边很多朋友 都是瓶瓶罐罐 其实对于忙碌的现代人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all in one 就是我就直接吃一个 然后就可以全部 吃了一个又忘了 对 这个吃过了没 那个没吃过什么 所以我觉得all in one 就是一次补充到全部 甚至有一些还加了 我们刚刚也在强调的 植物性的营养素 这样是更好的 OK 好 所以这是一种方法 然后再来王老师 另一个方法是告诉我们 把这些大家不喜欢的变好吃 大家不喜欢的青椒 王老师有配方 那我今天要来做一道这个 椰香彩椒酱肉丝 让这个购朗丸的变成你喜欢吃的 好 那我们用一点点 这个是我研究多年的一个经验 用椰子油 用椰子油就可以去掉那个青椒味道 你只要用椰子油来炒这个彩椒青椒 不用加任何东西 只要一点盐巴 你就会觉得很好吃 那我们就用大概稍微火大一点 因为椰子油比较耐热 那我们就稍微给它热锅一下 那我发现 因为这样子很香味 就是椰子油的香气是不是 对 第一个 所以我不喜欢吃的东西 是因为香气 所以我们就把味道 好香喔 它现在热马上那个椰子的香气 而且你只要快 冲到鼻子来 对 只要快炒一下下就好了 那等一下炒完之后 马上只要加一点点盐巴就可以了 等一下炒完 我马上又给助医师吃 所以我想要让你吃吃看 就是王老师这个屁股 是不是有放弃 对 让它稍微 你看每个都沾到油亮亮的椰子油 那你只要炸上一点点盐巴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 吃素的人 酱鸡就完成了 非常非常快的 那盐巴不用太多 好快喔 对 这样就完成了 其实等于是让它有熟透 所以不要炒软也不要炒太久 这样就可以了 对 因为青椒 彩椒 本来就是可以生吃的 是 那我们就先把它盛出来 好喔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酱肉丝 你要把它摆盘 摆漂亮 好 来 我特别多夹地点青椒给你 然后彩椒我也放在旁边 也要这样子切入去 王老师你继续做酱肉丝 OK 那我们酱肉丝这个肉 鲤鸡肉瘦的把它切得像 我们食指这么长短 那我们用一点点料酒一匙 用一点香油 用一点盐巴 跟太白粉 对 太白粉把它抓一抓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把它加进来 不用放油 用一点点盐 你要用一点的盐子 用一点的盐子 用一点的盐子 因为这样味道比较刚好 但你用一般的油也可以 不用太多 那我们就把这肉丝放下来 所以鸡肉丝 好 来 这里鸡肉 注意事你可以试试看 我特别帮你夹了好多青椒 谢谢 我觉得我现在吃青椒的感觉 就跟名画要吃苦瓜的感觉一样 你这个感觉有没有变的味道 你看有闻到有味道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你看还不愿意吃青椒 对 它没有拿青椒 它有一点甜味了 因为椰子有把那个青椒 弄在一起之后 变得比较甜 来 青椒真的吃 你不要多吃黄的看红的 我怎么这个诡计又被你试破了 一直讲 一直讲 就不吃 这是甜椒 甜椒其实光生吃就好吃了 它炒完了之后 它本来甜椒有一种 那种会产气或产味道 它用椰子之后 好了 你无处躲逃了 快点 我把它吃完 有吗 有帮助吗 有 真的 可是味道不会 你看 它有一些边边还有点豆味道 整个就好 真的很不错 明华 你的苦瓜也可以吃了 明华 到底还有哪一件营养素 大家最容易缺乏 对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到 癌症底质 其实跟我们的蔬果摄取不足 还有摄取的食物 过于单调是有关 所以其实营养师一直在节目 告诉大家 其实尽量要彩色你的餐盘 就是各式各样的蔬菜 水果颜色都要吃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 植物营养素 其实就是来自于各式各样不同颜色 跟气味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 其实我们最容易忽略 最容易拿到的就是蓝色紫色 就是我前面的这些 包括像葡萄 或者是紫地瓜 紫山药 或者像是一些改良的 包括紫花野菜 紫芦笋 其实这个我会希望大家 其实多多的一个摄取 因为这些紫蘭紫色 其实含有很丰富的植化素 包括像是花心素 类黄酮等等 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抗发炎 调整免疫 甚至是跟癌症相关 都有些正面影响 所以其实像紫芦笋裡面 含的芦丁含量很多 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癌症 还有心脏 其实都有一些保护 OK 好 王老师 现在肉丝炒得差不多 但你酱调了好几种 还加糖 鹽 我们用一点甜面酱一汤匙 甜面酱 酱油大概两汤匙 大概一小匙的糖 是 再一点点盐 就是把它做成它的酱料 那我们把这个肉丝 把它稍微炒 大概八分熟 就这样干炒 对 干炒就好了 即这样干炒 那个肉的香味很香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酱汁 把它倒进来 所以你的另一个方法 除了用这个椰子油之外 就是把大家喜欢吃的酱肉丝 跟没那么喜欢吃的放在一块 对 没错 我们就给它稍微收汁 我们再把它铺上去 所以小朋友 如果你能接受的 你直接这样炒就可以吃了 不喜欢的人怎么办 再把喜欢吃的肉丝夹在一起 一个肉丝 一个青椒 你吃起来 就会把它平衡 那个更强的味道 把它平衡掉 那你等一下一定要给我吃一点肉丝 等一下安慰你的心灵 给你吃点肉丝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到它收汁之后 然后把它放到 上面 对 这样就可以 在我们红黄青椒上面这道就完成了 这道椰香彩椒酱肉丝 以椰子油拌炒青椒及彩椒 不仅可以去除原油的青色味 更可以增添独特的香气 保留这个甜脆的口感 五彩缤纷 营养美味 大人小孩都喜欢 广告最后教大家一个大人小孩 也都喜欢很容易学的 吴医师要教大家弹指拉筋布 怎么做 马上回来 吃对食物之外还有运动 也可以创造抑制癌症的环境 没错 不偏食 不挑食 少外食之外 没想到我们多做运动或是体能活动 也可以抑制癌症 正好有两个文章 一个是针对前列腺癌的 这已经是病人了 他做了一周做了三十百分钟的运动 他也可以刺造一个很好的血清素 来抑制癌症的生长 另外一个是我们台湾的国医院 他是对正常人 你如果每天做三十分钟的运动的话 他可以增加生命四年 如果做十五分钟的话 可以增加生命三年 所以你可以看运动不止 所以便宁好 对正常人也有好处 就连健走都可以 感觉超简单 吴医师你今天要教的 跟健走有一点关系 但是又更厉害 我们在走的时候 先慢走大概 热身大概三分钟 然后再来要跨大步走 然后速度要加快 然后手要摆动 手摆动的时候 这个手指还要这样子 彈指是这样子 对 这样子 手三阳筋 手三阴筋 他一直在运动 然后血液会一直供应到 然后速度大概是要这么快 你走这么快 对 要快走 然后再走回去 快走 就等于快走了 那这跟我们一般的快走 加上手这样子摆动 然后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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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加分 对 所以这里有手三阳筋 手三阴筋 他全部都在运动 而且所有的血液循环都会增加 那我们如果再配合深呼吸的话 你自己用血氧机测 他一下子就会到百分之一百 对 然后完了要收工 就是这样收工的时候 我们慢走一分钟以后收工 大概再走三到五分钟 那这样子 手三阳 手三阴 竹三阳 竹三阴 还有任督脉 跟全身的淋巴组织 都被拉扯到了 所以前面是快走 然后最后三分钟要这样子 等于说伸展之后 然后垫脚间慢慢的走是不是 对 慢慢的走 了解 这样就拉到全身的筋络 还有淋巴组织 所以血液循环很好 免疫力很好的时候 其实癌细胞就不容易在身体里面生长 你说快走的那个部分 你大概走多久 大概走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然后都这样子这么大步 对 为什么你说手一定要高过心脏 因为他的血液才会一直冲过去 然后我们其实血液供应过去以后 他的这个微血管也会增生 所以我们去用假座微循环测的时候 他的那个血球速度会特别特别的快 然后我们用血氧机测 然后配合深呼吸的话 马上就到百分之一百 吴医师他在录节目前跟我讲说 你说你这样走多久了 我这样走了大概十几年 十几年 然后加上他的深呼吸方法 疫情期间大家不是测血氧吗 他就说他深呼吸几下的时候 是到100%的 我们96 97已经很高了 就是标准的你到100% 那你的深呼吸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观众朋友他走完三十分钟 然后再加上伸展的 慢慢走了几分钟之后 深呼吸方面呢 我之前会教人家做腹式呼吸 但是我发现很多病人 不会做腹式呼吸 所以很简单 我们就自然的这样吸气 到最后再用力一下 然后你感觉到那个气 往脑门上冲上去的感觉 然后再慢慢慢慢把它呼出来 所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不要用所谓的腹式呼吸 因为很多人不会 大家试着吸看看 就是吸气 然后最后再用力一下 让那个气冲到脑门的感觉 这样你会发现氧气非常的充足 所以吸了之后 有点再多吸口的感觉 对 而且这样还有安眠的作用 所以我晚上睡觉前 大概做三次到五次 就会睡着了 OK 好 好 这是无疑是提供的方法 你说弹指拉筋布 好 手记得 在走的过程当中 手是要这样弹弹弹弹弹弹的 有点像弹钢琴一样 这样对大家的健康有帮助 健走很有帮助 再来 凯云要告诉大家 这个 这是TPBS的营队 如果在寒假期间 小朋友的规划 还没有想好的话 赶快要来参加了 黑暗对话沟通表达营 这是德国的黑暗对话教育训练 在当中让孩子展现五种能力 然后包括很棒的核心素养 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可以训练孩子的 包括同理心 团队合作的精神 而且在当中因为加了很多 包括媒体上面的表达元素 所以自信比较加分 然后有精准的表达 正确的沟通 同理心还有团队合作的精神 大家可以想象 在黑暗当中很多人是感到害怕 恐惧 感到无助的 但是却可以在黑暗当中 都沟通的很好 因此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考 我们人体其实需要各式各样 不同的营养素 其中包含了脂肪 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 它就像空气 阳光跟水一样 是我们营养之必须 不可以忽略 但是其实很多人常常都会觉得 每天都有摄取到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你只是吃饱 没有摄取到完整的营养素 而至于说其实刚刚提到的脂肪 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 就像钙方质一样 每一种都要有我们身体的运作 才会完整 而至于营养素 一般来说分为巨量营养素 像是脂肪 碳水化物跟蛋白质 提供给我们身体热量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微量营养素 维生素 矿物质 以及植物性的营养素 当这些巨量跟微量营养素 都足够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运作 自然而然是非常顺利的 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 会希望大家尽量从大自然 来获得各式各样的营养 可惜的是外食比例真的很高 再加上很多人有偏食挑食 尤其是针对一些特殊族群 像老人家 小朋友或素食者 然后再经过高温的一个烹煮 其实营养素都容易被破坏 所以其实常常是吃饱 但是营养素 其实是失衡的状态 所以这时候其实就建议大家 可以选择一些营养补充品 来做一个选择 而至于市面上 营养补充品白白种 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呢 当然保健品尽量以天然萃菌为主 而且经过层层追溯到营养的原型 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样子的技术 其实基本上只有知名大厂做得到 所以希望大家尽量选择知名大厂 使用起来会更加放心 各位观众好 我是郑宇浩医师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减糖瘦身 减糖瘦身它其实是一个 最人性化的一个瘦身方式 它可以不用在一个很强烈断食的状况下 就可以达到瘦身的效果 这个减糖瘦身 我们把它拆成四集的内容 我们会从初阶的 到比较后面的 比较进阶的减糖来做介绍 快来加入健康2.0 YouTube 频道会员 超市活力班 尊荣养生班 都能观看线上专属课程 还有好礼送给你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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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